南投社区棕破山美食料理活动 之前在南投沙雕文化园区举办 全县25个社区参赛 各社区纷纷烹煮出美味的佳肴 现场香味四溢 令人食指大动 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县府用心办理这项活动 建立了社区美食特色 每一个社区的一个创意料理美食 非常的不一样 也经过我们的社区的婆婆妈妈的一个创意呢 呈现出来的每一道菜 都让我们味蕾食指大动 所以燕雪非常肯定我们文化局的一个奴隶 长期在我们社区耕耘这一区块 非常的一个用心 透过这一场的一个社区创意美食 棕破山的一个料理 也见证到南投县美食文化的一个软实力 不比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美食专家 所以燕雪亲自参与这一场 发现到说我们社区每一位婆婆妈妈 都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才华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营造整体的一个努力 也能够带来南投县的一个商机 同时也能够增加我们社区的活动力跟凝聚力 各社区都派出棕破山 拿出当地特色食材 搭配出一道道精致的创意料理 共评选出十名荣获南投县佳肴奖 由县长李明珍颁奖表扬 这中破山把他们最美好的菜 制作出来让大家来品尝 这样可以变成我们南投县 发展观光的一个美食的 每一个乡镇发展一个美食的条件 今天看来他们所做出来的菜肴 都非常的好看又好吃 我们希望中破山都可以在你们每一个乡镇 制造我们每一个乡镇的美食 这次比赛有普里 草屯 竹山 及中辽等乡镇社区获奖 其中普里镇 竹崽山社区发展协会 雪人的传人 玉文师 获得最大奖 南投县特别奖的殊荣 县议员林芳瑜也特地表达恭喜 并肯定这是地方的骄傲 这一次代表我们普里 代表我们竹子山出来参赛的 玉文师傅 其实得到蛮好的佳机 他把在地的一些食材 做出特色料理 我相信这是代表一个地方的 一个产业结合 也代表了一个在地的这一个美食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一个佳机 是经过这个师傅的巧手 还有料理的功夫 料理的技巧才能够得到我们 评选的这个青睐 也恭喜我们在地有这么一位厨艺 精湛的这个大师傅 代表了我们地方的一个骄傲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 并结合南投县文化推广志工分队 成立大会 将在地食材 结合创意 烹煮出的一道道美食提供品尝 希望能成为社区特色美食 为南投县创造更多的观光产业效益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